主料,面粉480克,玉米淀粉45克,沸水140克,糖30克,红豆馅315克,玉米油195克。 主料,配着吗?赞广,盐3克,制作时间2-3小时,用餐人数3-4人,喝水油皮,加300克的普通面粉,糖30克,盐3克,油90克。 然后,冲入140克的杯水搅拌,盖上盖,饧翻10分钟,拌油酥,将180克普通面粉和45克玉米淀粉,由105克的植物油拌在一起。 请面滴湿后,将豆沙线分成每个25克的球共15个,将清好的水油皮分15分,每分38克油酥也分成15分,每分24克,制一份水油皮擀成薄片。 将油酥包入,风口向下稍微按一下,擀成牛舌状,翻面,由上而下卷起,依次全部做完,覆盖保鲜膜松弛15分钟,按扁,再擀成牛舌状再卷起,覆盖保鲜膜再松弛15分钟,取一个面卷,将两面向中间聚拢,然后压扁,擀成薄片, 放入搓成球形的红豆线,用一口围住面皮慢慢向上推,收紧口,封口向下搓圆,不用压扁,圆圆的就行,烤盘垫上纸,放好盘上表面刷上蛋黄叶,中心点缀黑芝麻,烤箱预热,200度烤25-30分钟,烤制的时间和温度,根据自己家的烤箱而定, 因为我现在只能上传这么多张,所以放入烤盘的形状,无法上传,烹饪技巧,中秋,明天就到了,看着大家纷纷上传自己做的那么好吃的月饼,我也来跟着豆星们学点授意,那天做了一款鲜肉酥皮月饼,很受家里人欢迎,我们孙女像我在做点豆沙的,所以今天又动手做了这款豆沙酥皮月饼, 因为今年头一次做,也做得太晚了,所以就做这两款吧,看着自己亲手做的月饼非常成功,心里也美滋滋的,还是自己做得好,物美加连,经济实惠,极外生又好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